大家好 又是我們公子播客的時間 我們今天就到第47集 文公子你好 大家好 我們怎樣開始好呢 今天說什麼 今天我們應該是講一下高橋什麼衣服 遊戲王作者 遊戲王作者 我們講一下日本漫畫 但在未講日本漫畫之前 我想跟你講一下 你是否最接近做身體檢查 是呀 檢查什麼呢 檢查最主要是照長為鏡和心臟 為什麼會定期做的 定期做的 因為照心臟那件事不可以經常做 你要打一些遜影劑進去 那些東西好像是有些放射性的 是 即是你不可以一兩年去做 即是不可以經常去做一次 好像最少都要等五年才做到 對象那次五年做 那時間就差不多去做 這個打遜影劑就可以知道 那些血管有沒有 是呀 塞的那些 還有其實現在你看到 疫情越來越差 我其實本來應該早點做 早點又因為疫情又差 那現在還剛剛好做 可能遲些再差一點又麻煩一點 因為現在進醫院都幾麻煩 你要早一天去做測試 即是給核酸 對 早上又要去尿多鼻 即是我想再下去 再嚴一點都是這樣的 但是都是麻煩 所以就趕快做了 趁這一輪大家都未開始又怕 是 雖然我看上去都未必會怕很多 應該要停了吧 應該現在這樣下去 你很難 好像今天我看到那個 記者早上每天那個 又叫人打針了 唉你打得多少次 真的 三針 你何時想看第四針又第五針 打來打來打一件事做甚麼 但是現在的疫情也正在 正在升 但是它不關掉一些東西 就OK了 其實我身邊也有人中了 即是有些家人 那都是 有沒有病徵 有病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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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嚨痛 發燒也不是很厲害 是 但是都是這樣 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其實我都不知道 怎樣去講一回事 抗疫抗到現在 沒錯 沒有甚麼要講 甚麼都講過了 甚麼都講過了 即是等它時日過 始終都要回復正常吧 你外國就叫做正常 我身邊也有朋友 還是很害怕的 還是覺得 你中了一次 你很容易中 第二次的時候 你可以很糟糕的 但是其實 如果你真的住在英國或美國 中幾次是很正常的事 對 我想他們也不分感冒 我病了 我病了 不用其他人不上班 以前流感也是這樣的 我經常說流感殺人更多 流感有些人都會一年中一兩次 我以前一年中一次流感 例中的 冬天就中一次 中傷也挺嚴重的 不舒服三四核 但是就是這樣 我印象中好像中過一兩次 但是是很辛苦的 即是動不了的 厲害厲害 如果是真的 我們也呼籲一下大家 連過五十數去做搶衛鏡 但是現在我不知道 是否我的朋友 都年輕化 年輕化 早了去檢查 因為以前沒有這回事 很久才去檢查一次 或者有事才去檢查 你剛才說是知識水平提高 以前是搶癌啊搶癌 已經說得明是 你大腸有色慾 你就有機會患搶癌 你如果一早知道大腸有色慾 你已經割了 因為你一照 基本上找到的 就馬上割了 那一刻就割了 那一瓶就割了 接著心臟 你現在照了 你就知道血管是多還是少 厚還是薄 接著就可以吃那些膽固醇 如果要的就吃膽固醇藥 希望可以控制 不要再塞下去 因為一到訂就通科仔 通科仔是很麻煩的事 二來你之後長期要吃薄血丸 那些實在太麻煩了 因為你多很多麻煩的事 你做手術又要停薄血丸 或者如果你有什麼意外 你流血是比較難止 這類型的問題 你如果控制得到 盡可能沒有令到去到那個地步 因為現在的人生活太好了 吃的太好了 其實很多這些東西 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 遲早的問題 你說得很好 其實吃的東西是很多 即是腐足了 腐足了 所以你是很容易有這些病 還有膽固醇這件事 我都發現不是吃得特別肥膩 是你自己身體做出來的 你不去檢查的話 你根本不會知道 我認識一些偏瘦的人 都無緣無故染血量 吃的東西又不是特別油膩 你可以怎樣 其實我醫生說的很有趣 你這樣的年紀 我叫你減 都是說的 這是事實 你說到70歲的年紀 你想吃油膩 你也不想 沒錯 所以我經常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因為到某個年紀你想吃 其實也吃不到這麼多 但現在我們這年紀想吃得到的時候 其實叫你不要吃這麼多 即是怎樣 現在近代醫學都證明了很多東西 就是不一定 很多東西都是遺傳 有遺傳 還有一些東西是 就像你之前那樣的 蛋 又是突然說不能吃的 牛奶 又說不行 這個不行 然後再檢查幾年 原來不關他事 只是吃素 但我也不知道怎樣才會吃素 然後油也是 柔軟軟油 哪種比較好 還是有 戒糖 戒糖是很正常的 糖其實是應該戒的 但是你原則上來講 飯都是糖 所以這些是很難的 但你說真的 好像汽水裡面的糖 甜品那些 你戒得到便戒 始終我們中國人吃飯多 那些很難戒得到 你可能留下數據吃那些 不過我們檢查 維持自己的生命 好過剛剛的 其實我們錄今天 就是安倍晉三 遇刺身亡 即是人生日後無常 這個他就不知道 他就不知道 他在演講的時候 沒想過是今天 是啊 還有一件事 就是日本在一個沒有槍械的地方 但是那個人是自製槍械 現在我們還未知道 訊息究竟那支槍械 所謂自製槍械 是什麼槍械 其實你要上網找怎樣3D print 做一支槍械 不是很難的事 但是問題就是 有沒有人去做這些 即是想不到他是這樣收場 我猜不到 其實他都退了下來 退了 現在應該就不會再選手上了 因為本身的健康問題都很大 但就想不到是這樣收場 希望安息 另一個昨天過世就是 那個遊戲王的作者 就是高橋現衫 即是遊戲王的主筆 問題就是我們去高橋和氣 死法也算是挺特別 他是帶著浮潛的裝備 就被人找到 是在沖繩裡找到 那我的問題就來了 是 浮潛 照計算是一個人去 浮潛不算是一個很高危的活動 不算 在我們的理解裏面 通常我們去做就是 去遊客地方 不會太深水的地方做 你太深水也不是做浮潛 是啊 你看不到任何東西 是啊 你就是差不多可以碰著地的時候去看 你有沒有去過沖繩浮潛 我沒有去過 我去過 如果他在我們那些 不過應該不會的 很有錢的 如果他在遊客區那裡 應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想他玩得很刁 找艇放了出去 但問題是艇主應該知道 所以其實很奇怪 你沒理由沒有人知道 就找到他浮潛在那裡 好像被沙魚咬 那你不知道他是咬完才這樣 還是睡著了才被人咬 是啊 那真是很遠識 因為其實 人們最後說四大日本漫畫 他佔了其中一個席位 我最後才知道 四大日本漫畫就是 四大日本漫畫就是 四大才子之朋友 對 大家可能心目中有些問題 首先就是 龍珠 柯南 遊戲王 還有火影 我想那個鋪排就是 譬如海澤王太太太 丁當太太太 丁當太太太太 丁當很難跟他們比 丁當的單元太短 其實沒有什麼故事性 其實柯南也是單元 但是柯南 是不是 大柯南有沒有大小串 就是他被人害的 就是他被人害的 要找他出來 這四部漫畫都是連載了很久很久很久 超過十年 在少年針 主要是 你有沒有看過遊戲王 我沒有看過 但是我知道他那些卡遊戲 那些是很出名的 他是創造了一個卡遊戲的潮流出來 現在還有很多人玩卡遊戲 還是香港都有 我想不是這件事 如果你說他創造的話 其實是鬼佬有的 是 那些叫做Magic 或什麼東西 Magic and Gathering 那些卡其實一向都有 是 他只要把這件事 把他套在動漫 是 再變成另一套 就是他自己在日本做得到 其實現在去到世界各地 都有遊戲王卡的比賽 沒錯 這個是最偉大的地方 也是賺錢賺得最厲害的地方 好像全球銷售超過三億五千萬張 那些卡 他的遊戲王 即是有去版權的卡 我們不要算沒有去版權那些 這是很誇張的數目 我沒有看過遊戲王 應該都是長篇連載 其他那三個你有沒有看過 其實是龍珠 龍珠你覺得怎樣 其實龍珠我早幾年都看了 從頭到尾看過一次 我覺得是小時候好看的 第一次龍珠是一個冒險故事 那些挺有趣的 去到Z那些 我覺得打到思路完 是 其實應該完 是 最後那個是加進去的 是 思路完了之後 之後 後面那些 那個紫白色的 我記得還有什麼名字 紫白色那個是菲利 菲利 其實就變成超級殺亞人 打完比達 然後再打一隻思路路斯 那就應該完 菲利之後還有魔人報 對 其實是同一個玩法 思路 一直搞下去 你說是否完全很差 其實是一段段 打魔人報勾 比達犧牲那段都很好看的 都是那些大橋 但是我心目中最好都是Standman 我們現在再講Standman 其實龍珠也是賺大錢的生意 當然 那個IP真的 我不知道他可以玩到什麼時候 好像連續很多年都是他 鳥山明 即是日本最賺錢 他睡著覺都在賺錢 因為他沒有再新的東西不多 他最新的那套劇場版 但我想也不是他去策劃 這個完全是找IP的 他找幾億的 你又動畫又遊戲又很多產品 其實是很厲害的 我也想做一個IP 但是他的人設那些是很厲害的 當初超級人包出來 不知道呢 我就覺得時勢做英雄 即是你第一個先走 每件事都是這樣的 每件事都是這樣的 他本身是高到無倫的 還有我們之前講漫畫的時候也講過 他的動作分鏡是真的做得非常好 在漫畫上是無出其由的 尤其是你看完《鬼滅之日》 我也跟你講過漫畫 那次打出來你不知道他做什麼 那三頁他做什麼 他做些風位發光 我們講漫就被人罵了 《鬼滅之日》如果不是靠動畫的話 他有一些招十勢 動畫是救了他 然後大大個字 旁邊有什麼霸王滅艷 我們講完就被人罵了 你又老不老土一點 又神龍擺尾 一模一樣 其實我不知道誰抄誰 現在到來 說實話 如果說的話 你好像那個 什麼 《暴驚雲》 那時候是偷學無明的劍法 有一招 我忘記了什麼 就是插著一把劍 悲痛莫命 那些就漂亮了 那我老闆很厲害的 他那時候跟 他本身的徒弟叫什麼 劍神 劍神 無明的徒弟叫劍神 他就是用竹來打的 那附近雲使出悲痛莫命 就插著他那招 那些 那些是經典來的 我老闆就厲害了 那些級數如果跟鬼滅 你要鬼滅就不能搞 所以就 但是我之前不是見過 你們都有人討論過 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日晚從來都沒有賞識 因為講漫的故事 又講賞識又講分析 就是很多工序很分拆 有人問為什麼 其實日本漫畫 通常都是他有助理 有些人可能沒有 有一兩個人 你說過就是 但是一直以來都是以黑白來住 我想是約定俗成 就是他們沒有這個傳統就沒有了 但是一樣就OK了 是啊 即是一樣是夠大 我也說了 廣漫是某年寶月 有人發明了所謂人壽分析 即是60年代末期 70年代初期 廣漫就變成彩色出版 跟著內宗彩色 一路就變成了 一路彩色 去到現在為止 也都得少數不是彩色的廣漫 會被人看 例如火鳳鳥猿 對他都不是樂色的 我覺得這些是傳統的問題 即日晚他們沒有這個彩色漫畫 傳統都沒有就沒有 大家不出聲 大家沒有問題 大家受就行了 但他那種仇是全世界都仇不仇 那他們的市場做得好 當然它是多元 即是甚麼類型的故事都有 還有故事性比較強 即是剛才我看到你們 即是有時候你們也看到 橙露放在書架上 即是你揭一揭 你說畫畫很漂亮嗎 當然橙露這個是80年代 你當然跟現在的畫風比 可能差很遠 即是畫漂亮 你絕對不可以說漂亮 但故事性強 即是他們可能是有這件事 我現在經常講的問題 就是市場小 日本始終都是泱泱大國 即是我問你那個問題 為甚麼做來做去都一定要做武打 即是武打也不要緊 武打是每期輸都七成是打 但問題是我不捨打馬上被人罵 是的 我會被人罵 而且你說的問題 真的不能賣 真的不能賣 這個才是問題 即是香港漫畫 你說不捨打就真的不能賣 這個就變了 即是有時候聽眾 可能看到後面的書架 既增壽多好看 都沒有科幻 科幻也 科幻也 不是很多打鬥 即是會有少少打鬥 但都是賣一條大橋 但其實那條橋是不是很驚天動地 沒有 沒有驚天動地的橋 即是又不算是 我也不知道 對上我有印象的好的大橋 就是死亡筆記 我也是跟你一樣 都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現在大紅大隻是鬼滅之刃 有甚麼大橋 沒有 沒有 笑 我也不知道賣甚麼 不過你說紅的就紅 即是 我都不懂得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怎樣 我知道 如果你現在問我 我就覺得市場真的小 即是 希望大灣區會成為我們的 即是我希望有這樣的人 即是很簡單 你現在日本的人口大概是2億 1億多 1億多 即是你有一個龐大的市場 那你就融合到不同種類 還有它有文化 很有趣的 你見銀行做廣告可以畫漫畫出來 銀行解釋一些東西是以漫畫形式去解釋 它不覺得這東西是不專業 至少不是不專業 即是你來銀行 可能我解釋個案件給你 揭本東西是有的人 幾個人是聊天 即是它只不過是這個表達方式 而這個表達方式不是cheap 不是不專業 而是可以接受的 香港什麼都cheap 香港你畫個漫畫 你做什麼 你拍段片 應該找名聲 漫畫漫畫 漫畫是cheap 即是我曾經說一個很有趣的故事給你看 我大概是十幾年前 有一次我和一個朋友合作寫一本科幻小說 那個科幻小說可能大家都聽過 叫做暴力中毒 即是不要賣 但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我和他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你寫一個科幻小說 你寫一些外國的地名 即是故事發生在新宿 即是我們的故事 即是那個故事 你加一些中國的東西 即是香港的元素 整個東西就變得cheap 那一晚我是喝酒說的 我記得很久之前的事 我就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即是想一下又是 即是如果你寫一本科幻小說出來 那本科幻小說就是 發世生宿 主角叫做鬼聰一夫 然後男主角叫做赤穿壽次郎 很有型 但如果你發生在銅鑼環 主角叫做陳大富 即是你會覺得整件事就chip了 我想想一下又好像是 當然我現在繼續挑戰 我現在寫的長篇科學小說是用香港做背景 那我就繼續挑戰這個傳統 那果然是沒有人看 即是chip不chip都沒有人評論 沒有人看沒有人看 但是問題是 你又想一下又是對的 即是為什麼香港的東西 或者香港的元素 總是給人有chip的感覺 是的 我想問一件事 這個是不是我們自己 少看不起自己呢 習慣了 就是自我矮化 即是永遠 如果你說深層的文化 即是深層的文化問題 一路下來都是二等公民 一路下來都是二等公民 即是以前是殖民地 現在是特別行政區裏面的一卷 不要說現在我們97年之後 第二個世界我們不討論 以前是二等公民 來這裡就是避難的 或者是走投無路的 即是本身已經是chip 結果創造出來的文化都是chip 即是開始是這樣說 我不知道你這樣說是不是 你想想 我只是一件事 我覺得很簡單 即是很多你出街都是聽到的 現在那些英文不是說得那麼好的人 都只是跟小朋友說英文 那我心想你做甚麼 我也不知道 即是英文 即是我不太厲害 但坦白說其實很容易學 即是世界上最容易的語言 比較容易學 因為你接觸的機會多 你容易看西片 看電視劇 挺好看的 你都可以慢慢學 即是口音也好 即是你容易接觸得到 而不同的資訊 都很容易找到一些英文的資訊 那你真的 那我又不是那些 我爸爸媽媽三四歲 無緣無故跟我講英文 講到我現在長大 又不會強行推我去國際學 那我都說得OK 那就是這樣 那犯不著 為甚麼你自己本身 兩夫妻英文不是特別好 要突然間無緣無故跟我兒子這樣講 還要搞到一代的小朋友 是不能夠跟他的爺爺阿媽 公阿婆溝想不到 即是為甚麼要這樣 英文化差異 誠陽眉愛 即是我會覺得是這樣 即是如果你在說 這個是七八成年代 或者再早些 你英文好 那時候 哇很厲害 你知不知道 我是在洋行做的 很厲害的 鬼頭很看他 鬼頭很看他 很厲害 但現在不是的 為甚麼這件事 還在我們心目中 還有那麼多人這樣做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還有現在多了很多假的 他就說 不用說了 幾假都有 不是假的 他也是講英文的 所以小朋友就真的講英文 因為講英文有講國語 你聽到他們 算了吧 但他也叫掛名字 他也是講英文 那小朋友講英文 就好像很簡單 那他們 家裡有講 學校有講 就只講英文 那些甚麼英文 那些 這不是你的行業 你可以這樣說 但問題就變了 現在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以小朋友 不會講中文 是有些人 還有 還有 還有不少 但我覺得很奇怪 當然是奇怪 所以這件事已經衍生出來 你不就是覺得自己的文化 是哪個雞仙人蛋 就是我看不起自己的文化 而導致這樣 還是由這件事慢慢 不是 你首先看不起自己 即是你生出來 你已經看不起自己 即是你覺得自己是得人一等 明白嗎 但又很自大 不是 你的自大是因為你自卑 你本身感覺到自己得人一等 你忽然之間變成了步伐 會很自大 那個自卑心理很強 我聽過這個說法 但我是很難明白 如果你要講這些話 找一天我找資料跟你講 其實有些關於文化的書 外國人是很喜歡講這些話 香港是特別少講這些話 我不想講那些社會學名詞 但問題是他們很喜歡講這些話 其實香港是有幾個好的例子 由我剛才講起 為何我們這麼崇洋眉愛 來到這一刻 這一刻你還崇洋眉愛 其實都很奇怪 即是1997年很正常 大哥還想念老婆的福相 對 我最討厭的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說自己英文好 我不是說你 我照直說 有些人說自己寫英文好 我真是永遠都不可以摺水 一個人覺得自己寫中文好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說一樣好嗎 我想起碼是 有些時候你要行文流暢 沒有文化的錯誤 即是我很多 接著你會看很多中文文學作品 例如你會看唐詩、宋詞、四大明珠 接著你會懂得文言文 接著你最好就是 你寫的中文出來很典 我們才叫中文好 你說一個人英文好 老友 門楼很高 我講了門楼問題 什麼叫好 你先用中文來講 我們一個人 如果你覺得中文好 什麼叫中文好 你也看過四大明珠 老友 你三個月也沒看過 就是講紅樓夢 紅樓夢你也沒看過 那你怎麼說自己中文好 即是中國最偉大一本小說 譬如你 日本人 他們都會看過原始物語 不只適報的那些 即是我不知道的 那你英文好 你要練幾首沙士比亞的詩 對不對 如果不是怎樣叫英文好 你只可以說你可以寫到很通述的英文 你不可以說自己英文好 如果 你明白我的意思 還有一個門楼 如果我出了一大堆書 我應該中文幾好 幾十萬字寫出來 你英文著作有沒有出過 沒有 那你為什麼 我很害怕那些人說自己英文好 當然 如果你真的 原來有一套小說集 在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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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原來你就是隨死根本人 可能他們現在的門楼 可能他們很低 因為他們覺得 第一 這個不是我的first language 即是我一出生講的英文 我覺得流利 我叫英文自己好 那你對唐人面前就好 對 那他們都是含鈴 基本上就是掃街那個都英文好 你去到倫敦 當然掃街那個英文一定比你好 不用做黑衣 一定比你好 不用說 你沒有可能英文比他好 我就是很害怕這些人 那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的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一有些香港的東西就變得很貼 我都不認識 我都不認識 那麼多年我都覺得 我都很難 自從我那一晚說完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想 不行 我怎麼會寫到科幻小說 他們全部都在香港發生 結果沒有人買簽 沒有人買 因為沒有人看 沒有人看 不要緊 我現在寫到第十二部 我現在寫到第十二部 我已經看了三四部 你也不看 我都不看 但是我會繼續下去 我又不信 不要緊 我沒有東西 那天我跟我出版人才講一個問題 他說 我到拒咒者聯盟 他說 不爆真的沒有天理 因為他都看很多書 他叫出版人 他說 我只是教 他主動教我這本書 我最近是教的 他主動教 遲到我去教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先到WiFi 他說 很好看 不爆真的沒有理由 然後我就回答了一句 沒問題 梵高生前的畫都是不壞 就像是四十年後 突然之間曾經 大概在2020年左右 曾經有這本書 來了一題 我們繼續講 我們先講四大名著 剛才我們講了龍珠 其實我就覺得是過餘 就是龍珠的成就 龍珠的成就 你說是過餘 因為他的故事性不太強 如果你說 我說IQ博士厲害很多 IQ博士很多東西都很好笑 現在第二回合 其實很厲害 但是他的人物設定那些東西 而令到後來衍生出來IP的厲害 是無出其有 其實是可以跟Star Wars 是 然後第二個 已經夠厲害了 然後就是遊戲王 遊戲王就是卡 即是他本身的漫畫成就 應該不能入到四大名著 但問題是因為衍生了一個卡的潮流出來 入到四大名著是理所當然 好了 剩下一個兩本 為什麼比加超不是呢 為什麼比加超那些不是呢 你說特首還是 不是 寵物小精靈 其實都可以的 是不是 他衍生出來的遊戲卡都有很多 那也沒什麼 中國也有很多古典 你也是選四本 選了四本 現在有人說 四大名著 那我就照說 如果在外國的話 我覺得那個比加超那類型 就是寵物小精靈的東西 那個認受性 都厲害 普及性是高很多的 都厲害 都是超級IP來的 是的 接著就是四大名著還有一個 柯南 怎樣柯南 柯南我是從來都沒有看過 我唯一一次去嘗試了解他的就是 我一直以來為什麼有個小孩會查案 我就看 就發現原來他被人陷害 他原來有個大人身份 是的 會變來變去 是的 但是他被人陷害 而變了一個小孩 我才知道原來是有什麼事 但其實我真的沒有 我想柯南 就是 劇場版我都看了一點點 因為我想柯南就是 成介了日本的推理小說文化 因為日本有一個很強烈的 很強的推理小說文化 他們由很早期 大政年代開始 就有人寫推理小說 也寫了很多很出色的推理小說 柯南是作為一個 其實柯南是抄襲了所有的東西 他創作官員 柯南是很強烈的 長年累月 但好像最新的柯都不太行 不太行 算吧 已經不太行 你搞這麼多年 你什麼都用了 但是問題是 他是心人民心 在日本來說 柯南是心人民心 我只知道一件事 當我們全世界都在看 《Marvel Endgame》的時候 全世界都是票房第一 唯獨是一本 就是柯南劇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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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沒得說 他都是跟叮噹一樣的水平 就是柯南 因為他也是長期連載 其實我們也很難說柯南 你看你會不會看推理 我自己也是推理小說迷 你有沒有看推理小說迷 你有沒有看推理小說迷 小時候有看 是嗎 現在沒問題 你不知為何最近很多人看書 多扮人看書 多扮人看書 這幾天 每個人在網上都說 藍血人好看啊 追龍啊 老貓啊 那個叫什麼 衛斯利 衛斯利我有看過兩半 藍血人我當然有看過 其實我覺得他的好看 我想大部份人都是那個年紀看 而那個年紀看就夠了 我們下一集說迷斯利 這集我們先說四大名著 正底那個又是很有趣的 火影韻者 又是長篇死不斷氣的龍虎門 但問題是不斷有很多人捧場 是呀 很喜歡的 你有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我也沒有看過 我有一個朋友 但我的朋友很喜歡 你又是嗎 我又有一個朋友 是無緣無故跟我連記 自稱為火影韻 看了十幾年 他從三十幾歲開始看 看了十幾年 他說自己是火影韻者 一定要看的 然後我問他 他還住在大陸 然後我就問他 火影韻者很好看嗎 然後他就說 不如我們不要加鹽加醋 把我朋友的詞語直接說出來 因為不用說他的詞語 不算神 然後我問他 火影韻者很好看嗎 他回答他 你認識嗎 那沒事的 我跟他很熟悉 然後我就說 大哥 我跟他講 我也是做漫畫 你告訴我 他其實也是做漫畫 可以做分析的 你都看很多漫畫 他很喜歡看 講漫人漫 然後你跟我說 到頭來你跟我說 你是火影韻者 然後我問你火影韻者 你跟我說 你認識什麼 問題是 你都說我之後 有多好看 為什麼好看 我又試試看看 真的又進不了 你進不了 又是說打來打去 又是 又多好看 我都不認識 我也覺得自己 缺了看漫畫的耐性 現在沒有了 現在太快了 現在 你不是反過來 我剛才說 鬼滅的動畫好看 因為已經快了很多 不會像以前足球小將 全球全一集 沒有這些事情 如果現在足球小將 全球全一集 就沒有人看 小孩子都受不了 所以節奏快很多 那你當然是看動畫 是容易消化過看揭書仔 所以很難說 你要問香港有什麼問題 香港是沒有動畫 內地現在都慢慢開始 但是香港市場真的太小 曾經有幾個人 好像在我們那些事情 都留言過 就是說大陸現在做的CGI的動畫 很好看 其實我看到有留言說過這件事 我按下去看 我就沒有看完 但是我另外一個朋友 都告訴我 是一些故事也好 那CGI就好看 你個人喜不喜歡那個風格 如果你覺得風格 其實是像遊戲機的CGI 我知道 如果你接受到那個風格 可能是好看的 但是無論現在大陸做得多好 多漂亮也好 你始終還沒有農主 是 始終還沒有一個超級的IP 對不對 即是上戲那個我連計 上戲那個我連計 那個不是我們 就算是我們 不是的 它還沒有一個什麼出現 你講來講去講了這麼久 我們還沒有馬拉多娜 有就搞定 但是誰是馬拉多娜 我不知道 你講今集的總結 其實香港的市場比較小 我講來講也是這樣 但是你去到最後那一刻 你講 即使國內這麼大的市場 都是做不到這件事 但是如果 唯一 如果我們國內有的IP 是喜羊仰 我覺得喜羊仰 喜羊仰都是香港人好 我認識它 我整個故事知道是怎樣的 我遲些跟你講 不過現在真的不要衝口而出 因為蘇永樂先生我會去的 還有喜羊仰與灰囊囊 很多事情都是我做的 原來是這樣 十年前的事情 十年前的事情 就是那些動畫 大陸那些 不要提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成功IP 即是叫做成功打造了IP 但是發展亦都去不了遊戲王 龍珠那些級數 沒有了現在完了 是嗎 完了沒有了 你不記得起陽陽灰囊囊 即是它不會再發展一些東西出來 譬如說 再沒有衍生 狗狗紅 還衍生更加多的東西 它沒有了 停止了 告訴你也不怕 即是一次過買斷了就算數了 是的 即是撿了劑 那目標再搞了 成功了 我的目標在那裏 我的目標是去到那裏 即是這個是真相 沒有問題 那不是錯的 難道我那個目標去到那裏 要另立一個新的目標 再用我現在得到東西再投資 我不知道行不行 那我又不是大把 我覺得去的決定是沒有錯 但是買斷了 買斷去的人就沒有什麼 再做下去的事情 又不知道怎樣 好像純粹買斷了 可能大家都可以在那裏生意搞定 正如 正如很多年前我認識一下超人 即是在我們阿里亞洲電視 那個超人 我跟他合作寫一些電影劇本 然後他都說 所有的港產片 都是在拍攝之前已經搞定了 所有的港產片 即是成敗得失在拍攝之前 已經搞定了 即是你最大的目標就是 可以開到這部電影 至於開了之後這部電影 還有些什麼 這些是天意來的 即是馬出了閘 我練馬師做的事情我做完了 即是我把了最好的騎士上去 但馬跑成怎樣 不關我事 即是類似這些 我不知道這樣說 因為這集很有趣 這集我很喜歡這件事 就是無端說到 不知為何有香港這兩個字是潔 我不懂 即是你呢 回想起來也是 不是我不會覺得香港人是潔 但我認同 我們會覺得外國際人比較好 是 那這樣代不代表覺得自己太低 其實我覺得香港 我也住在這裏 即是我經常都說 我只會選幾個地方住 是 洛杉磯 香港 東京 是 倫敦也不選 倫敦也不選 你真的會選 可能紐約也會 是 那是這麼多 你說其他地方會好些 有些時候會好 我相信你的選擇 對 有些時候會好些 但香港其實 對比在很多地方都是好的 如果你說洛杉磯也好 紐約也好 紐約也好 我一定不會說香港也好 你香港真的絕對安全 絕對安全 即是跟東京一樣 東京問了些 在我心目中 認為東京是很難的 有安培 現在 不是 他也是這樣 其實 因為他太安全 所以他本來沒有想到這麼多事情 因為他太安全 所以他夠膽地在馬路上 然後被幾班市民好像在那裡演講 你畢竟是安培晉三 你做了十年手上 然後又反映到為什麼那些所謂的保鏢 可以這樣站在那裡 又不周圍看 趕走到後面也沒有東西 就是這些 你又不是去擋 即是美國你先不要說總統 明星 什麼明星 明明沒有 都不會這樣 安全的細節 所以 在中國 他未來到已經 已經 消失了 已經無緣無故被人走 他沒有出現過在那裡 即是他的動機 以及他的行蹤 即是已經不會在那裡出現 即是這個反映了 那個地方是很安全 為什麼這麼容易有這種線 所以都沒有 不知道 回到那句 其實你矮化你自己出生的地方 土生土土的地方 挺奇怪 但是香港就在那裡 即是像你所說 今時今日 還在街上 兩個英文說得不好的父母 跟小朋友說英文 我現在都覺得非常奇怪 我真的受不了這些事情 即是 我真的覺得 這些是神經病的行為 即是很扭曲 那件事 即是你想小朋友說英文厲害 是可以再培養 是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去到五六歲 那個小朋友說 廣東話 是 這個很好嗎 哈哈 即是如果你覺得那個小朋友 是鬼仔 OK 是OK 但如果那個是中國人 是 他父母的母語都是廣東話的話 我看不出這件事 是很有趣的 這個是反映出他的失敗 真的失敗 你人生的失敗 即是你的父母 他怎樣想到你 即是譬如你送小朋友去一些很偽的 很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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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國際 都失敗的 你以為去到有鬼仔嗎 沒有的 但全部都是唐人 唯一 唯一一個 英文最流利的那個 是 阿叉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還樂此不疲 你覺得 我送了他去讀 你可以跟人說 你小朋友讀哪 我沒有去讀 國際學校 哪一間 就要求有名 有些威風的 你讀哪一間 我讀漢基 這樣算威風 或者我讀香港國際學校 在哪裏 大堂 不算威風 但問題是太多 屋邨都有 我真的受不了 不同的 這個再說下去 這個再說 沒完沒了 好了 我們今集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 不要遇過 因為不知道說什麼 下集我們的公子播下時間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的節目 記得like share 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好 好 好